这个女人一大清早来超市 居然打扮得如此荣光焕发 可她这看着哪像是来买菜的 分明是来秀场走秀的 女人看上去心情超棒 她感觉周围的人都纷纷起舞 一个不经意的抬眸 却让她再也一步开目光 男人看上去帅气有形 而且她相信清晨来买菜的男人 绝对不会是渣男 就这样累习一步步靠近 假装挑选水果 实则在近距离偷看 结果越看越喜欢 她感觉整颗心都在剧烈跳动 脸上忍不住绽放出满意的笑容 就算被拒绝也不用干大的空手离开 毕竟这可是超市选择可多着呢 于是她果断扔掉橙子 接过推车走到男人身边 如此简单粗暴的搭讪方式 让男人顿时有些蒙圈 但她已然被女人光彩夺目的外表 可有趣的灵魂彻底迷了心神 男人积极回应邀请她去约会 今早她还因为熬夜感到疲倦 女人犹如一束光照亮了她整个世界 从未见过如此直白主动的女孩 在她身边仿佛世界都变得鲜明亮丽 两人一起走出超市来到了咖啡店 女人的活泼与灵动让男人迅速沦陷 两人在停车场依依不舍 约定周四晚上再相见 美好的相遇让蕾希心中开心不已 幻想着所有人都在陪她舞蹈庆贺 旋转跳跃美好的一天就此开启 女人名叫蕾希 是娱乐圈法律界的精英 蕾希与公司的好友兴奋地分享 早上遇到了一个超棒的好男人 他们对视一眼就已经坠入了爱河 好友为她感到开心 但临走前好心提醒她 上个月已经无故缺情四天了 人是为此很头疼 如果这个月再无故缺情 有可能会被辞退 蕾希表示她会注意的 下班后蕾希骑着车开心地回到家 把今早买的桃子往盘子里放 仿佛回想起了清晨甜蜜的相遇 脸上洋溢起幸福的笑容 可看着看着她的脸色忽然骤变 一股巨大的悲伤感忽然涌上心头 看着杂乱的房间一切都变得很糟糕 全身的力气仿佛被抽空 再也提不起任何性质做任何事 仿佛突然被怪物吞噬 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到床上 于是她只能蜷缩在被子里 这一躺便是好几天 直到手机铃声响起 蕾希才终于有了一点反应 杰夫打来说今晚是周四 她已经做好了约会的准备 马上就到她家门口了 明明她很喜欢杰夫 之前对这场约会也无比期待 可此刻蕾希却提不起一点性质 她只是机械般地回应着杰夫的问话 这让杰夫有些忙 她问蕾希是不是不想约会了 可蕾希想了想还是决定出门约会 蕾希捧头垢面地迎接心爱的男人 面对杰夫精心挑选的礼物 依然高兴不起来 杰夫不明白那个明媚开朗的蕾希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担心蕾希是不是生病了 蕾希皱着眉头说她没事 两人一起去餐厅吃饭 看着杰夫在冲自己笑 蕾希也努力地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 杰夫都要怀疑她是不是有个双胞胎了 蕾希提出去吃冰淇淋 她想着甜甜的味道 或许能让她开心起来 两人到冰淇淋店 可蕾希却呆呆地坐着 看着冰淇淋一动不动 回去的路上 卡尔以为是自己惹蕾希不开心了 于是主动说以后不会再来打扰她 蕾希慌乱地解释她没有感觉被打扰 他想了一回说自己生病了 所以什么事也不想做 杰夫说什么时候她想约会了 就打电话给她 然后两人拜信而归 杰夫不知道蕾希的确是生病了 但不是简单的感冒 而是严重的躁愈症 蕾希第一次发病是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突然有一天她不想起床 父母以为她只是有点不舒服 便没有在意 那一次她整整在床上躺了21天 因为她实在无法把自己脱下床 这时蕾希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对劲 不过精神好转时她会异常亢奋 学习和行动能力变得更出众 为了向周围人隐瞒自己的疾病 状态差时可以窝在床上不动 她趁自己状态好的时候拼命学习 成为顶尖的好学生 所以学校才容忍了她惨淡的出勤率 工作之后也是如此 在无数公司打败竞争对手 因为优秀的工作能力 无数公司向她抛出橄榄枝 但这些全都弥补不了她悲惨的出勤率 蕾希尝试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躁愈症 电疗只是其中的一种 可情况并没有得到一点好转 发病时仿佛蕾雨交加不得动态 好在乌云总会散去然后迎来晴天 又是一个明媚的清晨 蕾希一醒来突然感觉状态绝佳 窗外小鸟的鸡渣声 和透进屋内的青草香 美好的自然气息 让她迫不及待爬下床 打开厚重的窗帘放声大笑 世间的一切似乎变得格外美好 她突然想起杰夫 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他 蕾希疯狂地在沙发上翻找手机 杰夫此时还没睡醒 她没想到蕾希还会主动联系她 毕竟那晚女孩表现得根本不想理她 蕾希的反复无常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蕾希约杰夫今晚见面 但杰夫晚上有点是想逮明天 蕾希激动地手舞足蹈 她再次恢复了光彩夺目的笑容 世界仿佛是以她为主角电视剧片头 她如模特一样自信地走在大街上 洋溢着对生活激情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蕾希恨不得一天换八套衣服 来展现自己的美 下班后 她看到因为低潮气而乱糟糟的家 这可不能让杰夫看到 餐桌上不许有一丝污渍摆上鲜花 随着电视里的歌声 如同跳舞般铺好沙发 正在她陶醉在女演员美妙的歌舞中 她突然想起一句话 她忽然感到一股悲伤袭来 想到今晚跟杰夫有个约会 她强称着希望自己赶紧恢复兴奋 点上蜡烛炖好高汤 再去卫生间化个美美的妆 正要给自己刷得浓密卷翘的睫毛时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那股讨厌的悲伤再次起来 她努力地想要压制住这种情绪 可情绪根本不受控制 闻铃声忽然传来 显然卡尔到了门外 她强撑着转身想去开门 可才刚走两步 便一下子瘫坐在马桶上 悲伤排山倒海般吸卷而来 眼泪夺胯而出 她再次尝试起身去开门 这次一步都没迈出就跌坐在地 仿佛身上的所有力气都消失殆尽 她躺在地上崩溃大哭 等到她有力气起身走路时 屋外早就没了动静 她失魂落魄地把灯一斩斩关上 她在心中一遍遍默念着 显然此时的杰夫已经彻底失望了 她甚至觉得蕾西是不是在耍她 只能自嘲一笑落寞地转身离去 蕾西蜷缩在床上痛哭不已 她再次失去了一段本该美好的爱情 遭遇正让她失去了 所有曾经想走入她内心的好朋友 频繁地无故缺情 让她再次被公司开除 好友很不解地问她离开前怎么不说一声 蕾西赶紧解释说不想打扰她工作 好友看出蕾西今天状态很差 她从未见过蕾西如此憔悴消极 有些担心就提出要不要一起喝咖啡 蕾西下意识地点头答应 却没想到好友说的是现在 因为她从未以这个状态和好友相处 两人坐在咖啡店内 面对好友的关心 蕾西忍不住说出事情 这是她第一次将此事告诉他人 因为好友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同事 而且她有些撑不下去了 令人窒息地悲伤将她的人生彻底打乱 她也渴望能真实地自己能被爱 好友听着很是心疼 她拿起手机推掉了今天所有工作 打算专心听蕾西诉说心中的苦闷 蕾西很感动 完整真实地自己第一次被温柔以待 蕾西的坦白也解开了 好友心中许多的疑问 现在他们终于成为交心的挚友 她忽然觉得 或许是自己主动把所有人推开了 于是她勇敢拿起电话 主动联系那些因为她的原因 不再来往的故人 那些温柔的声音让蕾西备受感动 她决定再也不要隐藏完整的自己 之后的时间里她也在努力寻找合适的医生 积极接受治疗 她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发到网上 勇敢地拥抱世界 也希望能有人爱她本来的样子